4.2-14分鐘 去貴州、甘肅、青海沿路一線 尋找跌落的火箭殘骸 把我肢體的身體的部件發射到外太空 用掃帚鑄鑄鑄衛星 在麻省理工成立了宇宙探索計劃 我其實很好奇,太空探索 這種宏大的敘事跟我們到底有沒有關係 我們每個人如何潛入進去 《新疆科勒馬醫生》 《新疆科勒馬醫生》 我是一名藝術家、工程師 出生於新疆科勒馬醫生 是一個很親密的小城市 我爸,我媽都是醫生 住在醫院的樓裡,誰都認識誰 那時候我覺得科學壓力 沒有現在的小孩這麼大 就喜歡看百科全書 來回頭看了試幾遍 就是對很多外面的世界很感興趣 2009年考入清華大學進迷起機器學系 畢業的時候去了羅德島 一心想著畢業之後就進大廠工作 但是在第二年的時候有了一些創作衝動 我的創作經常是像在講故事 我教育的背景,包括機械、生物材料、電子計算機 很自然地變成訴說的語言 2017年加入麻省理工媒體實驗室 並作為創始人之一 成立了這個宇宙探索計劃 好像馬上人類可以進入到新的宇宙空間 現在的太空探索 並沒有太多關於人類生活 更發散式的討論 文化、建築、歷史、衣食住行 都是需要去設計去解決的事情 自己募資 然後自己去尋找一些發射機會 能讓不同其他的學科、其他的背景的人 把他們在地球上的經驗放到太空當中 脫離這個作品把我的一個支持放到太空 進行了一個五分鐘的零重力表演 再回來 設計這個機械體金屬加工 一直到它發射大概經歷一年半左右的時間 有點像是我的一個替身 完成了這樣一個很浪漫的想像 一個朋友他說 他看到了一種對故鄉的思念 我自己以前也沒有意識到 太空它對我的影響吸引力 可能真的來源於我從小的生長環境 廣闊的沙漠 一望無際的空曠的環境 我覺得非常的美 將我的感官的能力 拉扯到一個非常大的維度之上 旅者2020,這個項目是全球第一個國際公開徵集 把作品送到太空空間站的 我創作的這個作品像是一個小房子 整個的這樣的一個載合 它變成了一個地球村 我們有討論一些生態的問題 跨性別的問題 原住民文化的問題 裡面也有一個作品是我自己的 思考的問題很簡單 如果要帶著食物去種植 我們是選擇一種轉基因設計的最好的土豆 還是說我們相信土豆的多樣性 我們用這些土豆跟當地的社區合作 讓很多小孩子會跟我們一起種 那你覺得土豆為什麼要去太空呢 土豆的發展史 其實就是人類的發展史和殖民史 也是反映了人類移民星球的一種思考 把一些更抽象化、精英化的主題拉回地表 試圖去讓更多的人對太空探索 有想要表達我的想法這樣的衝動 現在有一些很好的開源的網上的項目 真的變成每一個人都可以去實踐的事情 比如說在疫情的時候 我跟我先生用一根掃帚亮衣架 自製了一根天線去捉住衛星的信號 這其實是一個去年很熱門的一件事情 很多人就在家裡組裝 大部分時間我是作為一個藝術家 在工作創作 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做一些科研 去跟包括我很多老的同學去聊天 清華的同學 比如說有人最近在做腦機接口 可以告訴我說他們在設計火箭的時候一些想法 那我在創作的時候就不斷地汲取 我經常會去參加一個講座 然後裡面全部都是50家的白人男性學者 然後還有我 一開始我會有一些抗拒 但現在我覺得它反而是一種很有力的宣言 關於太空探索 甚至科技發展的語境裡 有更多的不同國家不同膚色的女性的工作者 去呈現不同的視角和可能性 所以我要在完成